你五年不会使用电脑是文盲 我发现绝大部分老教授都是文盲 因为他们不用电脑 而且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 我们这代人或者我们上一代的人 你不会用电脑为主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到今天 我在国内还是有些朋友 告诉你我是不用微信的 不是 你令我想起来现在新一代的00后 甚至10后 他是反过来他可能真的不会用电脑 因为他会用iPad用手机 他没接触过电脑 然后他很奇怪 为什么电脑要按开关要看机器 这是新的鸿沟 就是说00后 他们不会使用电子邮箱 上这电子邮箱呢 智能手机以后 所有电脑的这种操作系统 他们就申诉 这是新的鸿沟 这个叫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的翻新 和代际差异越来越大 这符合川普学院的基本原则 这个川普学院讲得很清楚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川普学院讲的 所有这些手机也好 电脑也好 都叫载体 载体的发展是这样的 载体越来越高科技化 它的特征是 它的特征是成本越来越低 效率越来越高 使用越来越方便 符合人的一个什么要求 人的要求是这样的 零学习最好 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 不会搞电脑呢 因为手机智能 你就零学习 手机这个载体太方便了 效率又高 又方便又简单 他干嘛还搞电脑 对对对 于是他们就忘掉电脑 对了 是吧 那么这个就 所以人类的高科技 我们怎么评价 我们不知道 传播学的基本规律 就是载体 这个叫载体 电脑叫载体 载体 高科技支持下 叫做效率越来越高 功能越来越强大 然后 操作越来越简单 智能化 所有复杂的操作 就被忘掉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 那个时候 汉字输入是个严重问题 因为当时的聘音输入 当他没有跟联想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聘音输入就不能够人机一体协作 因为太多同音质了 一打 首先找同音质 同音质 所以写作诗都断掉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 写电脑输入 学五笔 我就是五笔输入 因为五笔输入 可以做到人机一体 熟练的话 今天的年轻人会学五笔吗 神经病才会学 现在语音输入 学聘音 发音没问题了 所以聘音联想 就干掉了五笔 五笔现在成了古董 你说铁眼里 小龙你肯定不会不懂五笔 我懂五笔 我是老头子 联系学五笔 都是有病 有毛病 不可能 人家要选择 零学习的方式来掌握 这个没办法 这是高科技的结果 手机智能就是零学习 聘音联想的零学习 聘音联想的结果是什么呢 干掉了书写的文字 很多人不记得字 其实我们五笔也半干掉 因为五笔现在跟联想也结合 当五笔跟联想结合的时候 我只记得五笔的前面两个见 五笔接我也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 这个符合人的字 叫你快捷的心 但是聘音联想书 真的急剧的干掉什么 干掉方言 干掉方言 干掉书写 干掉书写 因为中国传统文字 是个书面语文字 不是个声音文字 但是联想聘音联想不是 这是传播学的观点 那么我讲这些观点 是想引申出一个重要的概念 我把它叫做趣味鸿沟 我们不仅有知识鸿沟 我们还有素质鸿沟 我们还有趣味鸿沟 而且我发现趣味鸿沟越来越大 当我指责老一代艺术家 要他们来孩子学艺术 画石膏 画写实 画人体 我们还很自豪 今天当我对了我的同辈 或者年轻一辈 他们惊呼他们的小孩 是网红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我们和下一代的趣味鸿沟 更加大 更加厉害 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服老一辈的人 你想画画 干嘛一代画石膏 石膏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怎么怎么 但我现在忽然发现 我不能动用我那个老哥们 你就接受你女儿12岁的网红 网红倾向吗 他都疯了 他什么的 他就每天对着手机 你把他手机收了 他可能要自杀了 我忽然发现我无言以罪 所以呢 我就提出感觉 趣味鸿沟 尤其容易发生在 每二代 每三代 因为他们都是从事美术 而艺术的趣味的 代际变化太大 嗯 所以 其实今天可能还是 冰山一角而已 如果有人随友真正做研究 很好玩 就在这种美院的这种 承接当中 每二代 每三代的这个家庭当中 就是有多少破碎的趣味 趣味破碎的家庭 在痛苦的挣扎 我不知道 那一定有 那一定有 父母不搞美术吧 你小孩搞美术 那就没有 勾衣我不懂 嗯 他够谦虚就行了 他看到小孩 玩行为艺术 他吓坏了 哈哈 行为艺术在赫里 在鼻子巴光 他吓得屁股尿流 那他不懂啊 他说 你懂了吗 就当老医病人说 我的小孩居然不画石膏 他居然不画石膏 他居然不画石膏 他居然不写实 他居然不喜欢古典艺术 他居然不喜欢撒清特 太奇怪了 我心想干嘛 一再喜欢撒清特 这个航货专件 哈哈 航货专件 航货专件 不肯定嘛 所有中国的在北 我会替了很多人 这句话 航货的背景就是撒清特 一定的嘛 因为撒清特也是最成功的 把劳伦斯的 英国十八世纪劳伦斯的 那种典雅的风格 通手法 这个美术史有道理说的 但是 但是我 我觉得这种鸿沟 比起今天的 这个 因网红而兴起的 崭新趣味 和我们这些所谓的 当代艺术教育下 所形成的那种 所谓的 深刻的 哲学的 人内关怀的趣味 这差别不是要崩溃 所以趣味鸿沟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趣味鸿沟 我正在写的东西 就是说 从知识鸿沟到素质鸿沟 我们在艺术里面 有个趣味鸿 趣味是个严重的问题 然后 趣味鸿沟 之后 我们就要讨论那些问题 叫趣味边界 其实每一代人 每一个人 你的趣味都有边界 你不可能什么都接受的 不可能的 就像我们前面谈论 白脸准的 影像一出 录像一出一样 伟大的观众 就在一个无聊的 录像艺术里面 看三个小时 思考深刻的 哲学问题很能力 聪明的 像我这样的 其实可能 真诚性要极 严重怀疑的人 会看两分钟走掉的 已经算长了 一半半分钟就走掉了 了解的 更多的是了解他的观念 他的记录片不一样 和电影不一样 这没有问题 但是 都有边界 也就是说 所有人的趣味里 再广阔 再宽容 其实都有边界 每一个人都有边界 每一代人都有边界 于是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是我们的代气之间 这个边界会不会交叉 两个趣味边界是个圆圈的话 这两个人走在一起 中间就有交叉点 我们只能在这个交叉的 这个面上可以对话 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交叉 都没有了 只剩在鸿沟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 其实不要以为这些事情 只是发生在普通人 业余的人 或者说似乎对艺术理解 不深刻的人身上 相反 对艺术理解越深刻 鸿沟可能越大 我会这样子的 因为自己的知识被固化了 觉得那个是最好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强加给自己的下一代 说 所以我最近提醒你 刚从美二代美三代的影像话题 我就把我一个一直关心的话题说出来 就是从知识鸿沟到素质鸿沟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趣味 趣味鸿沟很值得讨论 什么趣味 趣味是什么 其实趣味就是社会分层的标志 或者说的更通俗一点 对圈子 之前讲过这个 对社会阶层的一个标志 对 阶层的标志 圈子标志 那么趣味鸿沟有没有一种 其实挺严重 对 对 好